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 我是沈梅琪 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商业法律师 吴雄杰 吴律师 吴律师您好 Gathy好 观众们好 吴律师我们知道这个OxyContin在美国是一个行之有年 耳熟能详的止痛剂 那么全美有几十万人因为服用过量的OxyContin死亡 而申请他的这个生产他的药厂呢 也申请了破产 可是药厂所有拥有者Sycler Family 就是翻成中文是塞克勒家族呢 他们利用现有的破产策略来限制他的法律责任 那么塞克勒家族他所寻求这种法律保护呢 历年来是只有申请破产者才能够获得 所以在这边先想请吴律师跟我们解说一下 这场世纪大案的始末 以及为什么这种破产案会闹到最高法院呢 对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止痛剂 他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 大概有五十万了这么多年来说 那有很多个好几千个官司 那这些官司呢 不单单是告了他们这个药厂 也告了这个药厂的这些老板呢 就是那个Sycler的这个家族了 那所以的话呢 因为官司太多了 那可能也牵扯到可能要要求赔偿的数 也比较大 因为有些人死亡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的公司在19年的时候 就申请了个破产的第十一章 所谓的债务重整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破产的话 不管你是哪一章 对吧 像这大公司的十一章也好 或者更多的人做的第十一章 或者一些个人资产也比较多的 第十三章 不管你哪一种的破产都好 那一般来说呢 只是申请破产的申请人呢 英文叫deader 对吧 这个申请人都才受到保护 那他们呢 这个东西里面呢 他们就很做一个很creative 这么一个的做法 就等于捆绑了 把这个破产和他个人的东西捆绑在一起 那就是说 那比如说 他这个公司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的资产呢 比如说 他是有十个亿的资产 这么来说 那正常来说 他公司做破产的话呢 他只需要付到他的资产额嘛 就付十个亿 给债主 他不管你外面的要求是多少 一百个亿 无论多少 好吧 他只要付到十个亿 那他这里面呢 那因为他个人也变得高了 然后呢 他的家族呢 就是说 他再拿 多拿一个 六十个亿进来 就变成就是说 比如说 那我们就付七十个亿了 就这个意思 反正我们这里面 数字里面都有的是说 他的家族拿六十个亿 至于他公司有多少资产 我刚才只是做一个比方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十个亿还是多少 反正这个六十个亿加进来 那然后呢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说 就跟所有的这个债主 那他其实不单单是说 现在告他的这个债主 还说将来其他的 所有的人 想来告他们的公司 和告他们个人 都不能再告了 所以那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一般来说 那他们呢 是可以捆绑 把个人捆绑进来 那他可以去解决 现在的这个 不管你两千个 三千个官司都好 这个官司里面已经发生的 或者呢 不知道的 但你不能包括将来的 还不知道的事情 那你也不能包括 其他的没有打官司的 这些受害人呢 或者他们的家属 所求 那现在呢 他现在这个 这个和解呢 就要把他的都包括进去 所以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说有个新托官的那边 要破产的时候 新托官呢 就代表债主这块的 那他们就来反对 他说你不能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后边呢 因为这个破产法院 属于联邦法院的 联邦法院呢 他们上诉呢 上诉法院 的时候呢 就维持说 OK的 他们可以这样做 所以的话呢 结果他们就上诉 上诉到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就 暂时都停掉 不行 暂时就说你 你现在 先不能这个 这个东西 不能这样 那然后就说 要他们去 到12月份的时候 双方到法院里面 来解释说 为什么破产法院 有这个权利 可以这样做 那所以在这边 听了您的解释之后 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美国的破产法 它是允许法院批准 作为第11章申请的 一部分的交易 用来熄灭那些 未破产的第三方的索赔吗 它就可以 但除于一部分 那比如说 它原来 它其实是这样的嘛 它本来是分两块 对不对 比如说 公司做破产 那公司里有资产 来说也有10个亿 那它是做一个 还款计划10个亿 那然后因为它个人呢 他们家族 这边没有做破产 那应该来说 他们个人这边呢 它的官司还会继续的 当然他们也可以 跟它和解嘛 跟这些消费者说 我公司破产了 那我个人 OK 你不要干我个人的 我掏出60个亿给你 对吧 就等于说60加10 现在等于是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在破产里面 一起让破产反观通过 那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种和解的话 你只能和解掉 已经发生的 或者说 现在已经打官司的中心 或者之前呢 反正你们跟 原告被告之间的 所有的恩怨 之前发生的都OK 但你不能包括以后的 还没发生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说 还有其他的人 你把全世界人 都包括进去 那是很不行 但这个塞和家族 他的交易 是不是有符合 第十一章的精神 跟规定呢 那如果说 他的和解 那只是说 跟现在党官司 告他的这些人 和解的这些索赔 这些官司乱 那是可以 但是他们现在 作为一个条件 说我要把这个扩大 扩大到全世界 还有将来 所有的东西 都不能再来告我了 那这个就不行 我不认为是破产法院 会有这个权利 或者任何的法院 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 其实你这个 你在破产法院的和解也好 对哪里的和解也好 你不可能会包括 还没有发生的 以后的事情啊 也不能包括 没有和解的那个当事人 你别人的东西 你不能说 我们和解 就把别人 就是说排除在外面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法院 他其实也没有 决定来批准 这样子的交易 就是说避免 还没有申请破产的 第三方的这个 法律索赔 就对还没有申请 破产的第三方 譬如说像 在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属于 那个塞克勒家族 就是你不能免除 这个受害者 对他们的法律索赔 因为这样子做的话 是就是法律上 是说不通的 可是如果这样 如果是按照 这样的判决的话 那么这个 就跟当初 十一张破产法的 这个初衷 他其实是有违背的 那么以前 有过类似这样的 先例的案例吗 有 他们就包括 包括那个 Johnson & Johnson 他们也用了 这么一个策略 就是过去这几年来说 他们这个大公司 都搞这种东西 那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把它 绑捆进来 对不对 说你个人 也那个和解了 那是可以的 但你只能和解了 已经告你的 那一部分 告的东西 对还没有发生的东西 那或者说别的人 没有告他 那你不能包括在这里面 因为你的破产法的话呢 总的来说 是一种破产保护 保护谁呢 保护这个破产申请的人 像这里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个 对不起吴律师 我这边打插一下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普渡 还有那个Suckler家族 他们是分开来 申请破产的吗 对不对 没有没有 他们只是那个普渡 就是这个药厂 申请破产了 11张的破产 他们家族个人 没有做破产 对啊 那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这样子打的话 他的家族 也会受到保护啊 没有没有 本来是不受保护的 对吧 因为他公司只做破产嘛 那是 本来是公司 受一个破 受一个保护嘛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 我这边得到消息 是说他们就把 自己的钱 全部挪到公司那边去 然后就 用公司来申请破产 所以他们的钱 也会受到保护 不是 他现在只是拿出这60万 也放到破产这里面去 然后说 当然原来 然后呢 他等于就是跟这些 60亿啊 60个亿 对不起 60个亿 那等于就跟这些 现在这些所有的官司 这些原告来达成一个和解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本来他们本来就分两部分嘛 但是不说过了嘛 对不对 比如说公司这一块呢 做破产有多少资产 比如10个亿 那公司就付10个亿 那个人这块 他没做破产了 那没有解决 但是他可以和解的嘛 如果他个人呢 本身就和解60万多 那是可以的 等于他可以 inside of 两个和解的方案 他把它定在一起 那我们一起付70万的和解吧 这个是可以的 我相信 那破产法院也有这个权利 但是呢 他想说 我他60亿的话呢 我就是要把我将来的 所有谁都不能再告我的 等于这意思 那可就不行 那他当初这样子做 是因为他有原因 美国破产法律当中的 non-consensual third party release 这个条款 这个条款我觉得有点confusing 是不是可以请吴律师 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对啊 就是嘛 non-consensual 就其他的 就是第三方嘛 比如说其他的原告 他们说 你付这个钱 你又不是付给我 你怎么能说 你付到破产法院里面 你和解了 就包括我了呢 就这个意思 或者说 包括现在的官司 现在这个 这些人也是 哇OK 我现在发现的这个事情 我们打这个官司 对不对 告的是这个 万一你将来 比如说 将来我又 或者怎么样 你的药理说改善了 假如又再吃了 又出事了 那我还是可以再告你 你不能说 我这次拿了钱以后 以后一辈子都不能再告你了 就这个意思 那你觉得 现在美国 现有的破产法 他是不是应该要平衡 在保护企业的权益 跟保护公众利益的需要上 要做一个平衡 特别是 他在像Sackler这个家族 这个普渡所生产的 X-Carden 这个成瘾性 这么强的止痛剂 他其实是有危及 公共卫生的情况 所以呢 我是想请教 吴律师 您做破产法 也这么多年 你觉得现有的破产法 是不是应该在保护企业 跟保护公众利益上 取得一个平衡呢 他这个法律现在 本来就是都可以的 就是说 当然申请保护 当然他也会考虑到 这个申请破产的人 虽然这个法律 是给申请破产的人 或者公司写出来的 他说你付不出这个钱了 那你可以少付一点 债度不能追你 当时呢 他也提供给 这个所谓的债度 这边有一边的权益 但这个破产法 rebankruptcy code 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现在 现在有出现 这个争议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一个法 破产法院 特别的处理 这一个案子的破产法院 他这样通过了 这一个 他们这样的 这个和解的方案 是不是越前了 就这个意思 这样类似这种情况 对未来这个破产交易 跟比较有钱的企业 或是个人的法律责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是说 所以你这个东西 如果后边决定下来说 这个破产法院 是没有钱这样做的 那实际上来说 他那一部分 就算破产法院 不管怎么样 他说有钱这样做的 他还是说去批的 但是那一部分 应该是不受影响的 因为别的人 他都没有 没有签这个和解协议书 他没有签的人 你怎么说 你那个也不能告你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当然 如果这个案子下来的话 那是啊 就会有一个 判例的变成 因为之前没有 这个方面的一个东西 对于一个判例以后 那将来的话 那大家就会跟着这个判例来 那如果说 他认为说 破产法院没有权利这样做的 可能说将来就不会 再有类似这样的 这种捆绑的 这种方式来做了 所以当时的话 上次我们也有说到 我那个 Johnson 但好奇怪 他自己 人家告他 对不对 那说有华石粉 以后也很多人告他 那结果呢 他就把 把这个官司分离出来 自己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说拿那个新的公司 我做破产好了 我装装装装装做破产 我进去做生意 这个东西就很奇怪的 都是现在那些人都好像 我不知道说 他是越来越聪明了 还是越来越狡猾了 对反正就 他出现这个东西 你本来就应该 你装装装装装做破产 如果真要做的话 对不对 那你怎么分离一个东西出来 只是我的只工资破产 我的工资不破产 所以还保持他好的商欲 或怎么样 然后去做做生意 当然他就拿点钱 放到那边去 你的钱你要拿的话 你要所有的钱都拿过去 你不能只拿一部分钱进去 所以的话 如果说现在这个最高法院 到时候弄成一个判例出来的话 可能就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按照这个判例来吧 那你觉得普渡这个案子 他是否会设立一个先例 影响类似未来案件 类似案件的审理 肯定会 因为这个东西 纳入最高法院了 最高法院弄下来的话 那你说基本上 不管你联邦 还是州的 都要跟这个判先例 就case law 那会怎么样影响呢 你可不可以请您具体的 跟我们解释一下 影响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他有一个事情 现在我们有一个事情发生了 那大家说 这个东西该是怎么样来判呢 那人家说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判例 就还去最高法院 有一个判例说 这有情况 或者类似的情况 是这样的 那行 那我们这个案子 也是这样来判 所以在这边 我请那个吴律师您 再更进一步的具体的 跟我们说 如果说今天最高法院 判出了结果 推翻了过去 美国破产法的规定的话 那么未来 如果我们再以 同样是这个普渡这个案子 赛克勒家族这个案子 那么会做出什么样的翻转 是不是赛克勒家族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他拿出那60亿 他未来就可以完全免除 被诉讼的可能性 对对对 他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他非还是 还是要跟这个破产 那个板在一起的话 那也只是这些官司而已 OK 那其他的 没有发生的事情 将来的事情 或其他没告他的人 都不受到限制 所以随便他 他又跟在这边一起和解 或者单独跟他们那个和解 没有区别其实 只是一个和解协议 和两个和解协议而已 那种的钱 应该还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 您就说 这个赛克勒家族 他们到底在 阿克斯卡等这个药物上面 赚了多少钱 你说你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是 他们事实上 光是这个药 他们就赚了110亿美金 有可能啊 对 所以然后他拿出60亿 是最新的报道 可是之前另外一个报道 说他们其实只有拿出45亿 所以基本上 他们至少这个家族 还有50亿的美元 从这个药赚到了钱 他们不会被动到 或是还不用拿出来赔偿 那未来就看看最高法院 他们这个厅审之后 做出了判决是怎么样 如果他们判决是站在 Elizabeth Warren这个参议员 他们这个角度的话 那么赛克勒家族 赛克勒家族 他可能就以后也要拿 他们自己家族面前出来 做类似相关案子的赔偿金额了 就是啊 那如果说 他说你这个 你拿60亿出来 说话呢 那他只是 你现在搞定这些官司而已 那就那样了 那将来的官司 对不对 或者其他人要告他是多少钱 那得要另外的吗 至于说 他剩下的会不会让他们 倾家荡产 怎么样那不知道了 对不对 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人告他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有两三千很多了 是不是还有 后面有多少不知道 好 那除了 赛克勒家族 在这个案子的 未来的去向 受到人们的关注之外 我觉得像 这个明确规定 类似的情况下 那破产法院的权力 到底应该有多大 这个部分 我想请吴律师也跟我们 做一下解说 看看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应该来 受到一个规范呢 破产法院的话 当然他的权力是由这个 破产法律来限制的嘛 那说到这种和解来说 当然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这个 申请破产的债务人 和这个债主之间达成一个协议 或者还有第三方 跟这个公司很相关的 像这个公司的股东啊 这些owner啊 partner这些啊 合在一起来 加到这里面来 这个法院是OK的 可以做的 只是说 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它包括的东西 其他的 没有将来没发生的 还有其他也没有 这个打官司的人力啊 包括进去 那可能不行 其实不管是破产法院 哪个法院都没这个权利 这是你这个协议 不可能能包括那些的 嗯 好 那因为还有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在这边 借这个机会 请吴律师跟我们讲一下 所谓的这个十一章破产法 到底是要怎么样来进行 对 这个就是一种债务重整嘛 英文叫reorganization OK 那他呢 通常这样 这个公司 通常是比较大的公司了 OK 那 这个 小公司 我们华人小公司 基本上他们 发不起 因为这个会拖很长 有时候可能会三五年的时间 钱的话都花很多了 都是 像这种大公司 有时候花几百万几千万了 就是这个有关律师费了 或者会计各方面的东西 那他们的公司 为什么要做破产呢 那就是说 因为他外面欠了的钱 OK 欠了钱的话呢 那可能比如说银行的贷款 或者大公司里面 以为他也欠钱了 就是跟银行 或者财务 公司他们借了的钱 那到期了 可能他又没有 没搞定了 人家不给的盐了 到期了 那可能人家又会来告他 之类的 像这个官司里面像那种官司 对吧 不可能他没有搞定 因为这么多嘛 每个人要去和解 他都很头痛 所以呢 他就说 那请在申请一个破产 那通常来说呢 这十一张的破产的话呢 他就说 你 你不管你的所求数额是多少 那通常会比他的资产额多了 这个才值得了 比如说像我跟你刚才打个比方 他们 这个Pudu 比如说他有十个亿的资产 那我来说 外面这些人的所求的话呢 可能是七十个亿 对不对 所以呢 他那他破产的时候 他只还十个亿就可以了 就七分之一了 那剩下的七分之六了 就不用还了 而且的话呢 这十个亿 他可以分 最长可以分到五年来还 就这个意思 但是会加利息 还有那个信托官的行政费用 百分之十一 所以呢 就变成说 这个十一亿一千万 对吧 他分五年 那你看每个月多少 就OK了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现在呢 就把他 因为 然后他跟他们个人 不就告他个人的时候 他可能他们 他们这些人也愿意说 我告你个人 那行 我跟你和解六十个亿嘛 所以这总共来 现在我们就七十个亿 就捆满在一起 对吧 其实跟两个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他也捆满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想占一个便宜 我捆满一起了 好像我多给你钱了 然后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全世界的包裹进来了 那可能不行 对 好的 非常感谢吴律师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 现在这边 就这个案子告一个段落 不过 我想这个赛克克家族 到底未来 在破产法里面 要何去何从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非常的关注 因为好像我的印象当中 第一次因为申请破产引出高等法院出来 要来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子 这样的案子好像赛克的家族是第一个嘛 对不对 因为这是联邦的法律嘛 但你是上诉上诉到最后 那联邦的最高法院 他们最高法院是可以来管这个事情的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高法院出来来解释这样子的这个判例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因为就像你说的 其实不只是普渡药厂 你之前的Johnson & Johnson也是是透过这样子的法律来专漏洞吧 对 有点是这样专漏洞 对 所以我觉得对一般的消费大众来说 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他只是保护到这个资方 并没有保护到 你说牢房不只是他们在那边工作的人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消费者 我们是出钱去买他们这些产品的人 我觉得在这样的现有的破产法里面 我觉得并没有保护到消费者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为人诟病 那我们也会因此继续的为大家来关注这个案子的进展 那同时也再次感谢吴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